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生活中,很多人每天都要吃上一个或者几个鸡蛋 鸡蛋作为人类最好的营养来源之一 其中还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以及氧氧素和矿物质 还有高生物价值的蛋白质 对于人而言,鸡蛋的蛋白质品质最佳 仅次于母乳 鸡蛋虽好,但是很多人在使用鸡蛋的时候 不注意往往会犯一些错误 今天就让我们来谈谈在吃鸡蛋中 常人经常会犯的一些错误 吃鸡蛋的四大无区 无区一,迷信土鸡蛋 鸡蛋是指散养的,没有专门饲料 主要以虫子蔬菜和野草为食物的鸡 很多人都觉得土鸡蛋应该比养鸡场里圈养的 吃饲料的养鸡蛋更好 但检测数据并不支持这种推测 比较而言,土鸡蛋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胆固醇,钙,鲸,铜,蟒含量略多一些 而脂肪,维生素A,维生素B2,烟酸,C等略少一些 其他营养素差别不大 误区二,鸡蛋吃太多 鸡蛋尤其是蛋黄 所含有的胆固醇量确实不小 但是因为蛋黄中含有丰富的卵磷汁 这种物质能够使胆固醇和脂肪的颗粒变细 从而顺利通过血管壁而被细胞充分利用 减少血液中的坏胆固醇成分 而且蛋黄中的卵磷汁经消化后可以释放出胆碱 进入血液合成以鲜胆碱 是神经地质的主要物质 可有利于脑功能增强记忆力 只是鸡蛋虽好但过犹不及 2016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 每周不要吃超过七个鸡蛋 当然如果食谱中奶类肉类和鱼虾摄入不足 或是特别喜欢吃鸡蛋 正在健身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朋友 适当在营养师指导下多吃几个鸡蛋 也是被允许的 只要每天吃鸡蛋的数量不超过两个 尽量控制在一个 就不会增加患关心病的风险 误区三 隔夜吃 鸡蛋如果充分煮熟后 是可以隔天再重新加热吃的 但是半生熟的鸡蛋 万万不能隔夜再吃 鸡蛋如果没有完全熟透 在保存不当的情形之下 容易滋生细菌 导致肠胃不适 胀气等情况 而且鸡蛋也并非煮得越久越好 鸡蛋煮的时间过长 蛋黄中的亚铁离子 与蛋白中的硫理子化合 容易生成难溶的硫化亚铁 不利于被人体吸收 误区四 过敏仍然吃 一项针对中国 三到十二岁儿童的研究表明 百分之八点四的儿童 有食物过敏 其中对鸡蛋过敏的人数最多 占所有过敏人群的一半以上 其他常见的致命食物中 还有牛奶、海鲜、鱼等 鸡蛋过敏的人要注意 看加工食品标签 有时上面会提醒 还有鸡蛋或者其他致命食物 鸡蛋的食用禁忌 一、不要生吃鸡蛋 鸡蛋从生的变成熟的 从本身的营养成分上来说 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变化 而且生鸡蛋可能还有沙门氏菌 这是一种常见的食物致病菌 经常出现在肉类、蛋类等食物中 对于沙门氏菌 最好的遏制方法就是充分加热 这种细菌都怕高温 因此建议鸡蛋还是煮熟了吃 这样蛋壳内外的细菌都会被杀灭 吃起来也会更放心 二、感冒发烧不要吃鸡蛋 人发烧的时候消化功能会变差 而鸡蛋中还有较多的蛋白质和脂肪 不容易消化 会被大肠中的细菌分解成 氨、尿素、硫化氢等有害物质 加重了肝肾的负担 三、空腹不易吃鸡蛋 在空腹的情况下吃鸡蛋 鸡蛋中的蛋白质会直接地被分解成糖类 从而导致蛋白质不利于人体吸收 相当于一种营养的浪费 所以大家在吃鸡蛋的时候 最好是先吃一些其他的食物 垫一下肚子 比如一些包子、馒头 鸡蛋最怕这两样 一、兔肉、鳖肉、鹅肉 虽然吃鳖肉的时候并不多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万一哪天吃了鸡蛋 又有鳖肉摆在面前 那就不要立即吃 同样爱吃兔肉、鹅肉的也要注意 《本草纲目》中有三官记载 鸡蛋同兔肉时呈泄粒 这主要是鸡蛋本身肝平微寒 而兔肉和鹅肉本身肝寒 二者一起使用会刺激到肠胃 会产生腹泻 二、消炎药 如果有炎症 要特别注意蛋白质的摄入 而鸡蛋的蛋白质很丰富 特别是对于消化道疾病 有腹泻症状的 更不能吃鸡蛋 因为鸡蛋丰富的蛋白质 会加重肠胃负担 会对药效有影响 特别是脂肪屑 如果是其他炎症 如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等 从西医的角度来说 是没有多大影响的 五个健康吃鸡蛋的方案 方法一 鸡蛋和豆腐一起炒 鸡蛋和豆腐是天然绝配 鸡蛋中的胆固醇较多 炒着吃味道很香 并且还有维生素A和维生素D B族维生素也非常丰富 豆腐不含胆固醇 B族维生素含量低 没有维生素A和D 却还有抑制胆固醇 吸收利用的植物固醇 还有膳食纤维和大豆义黄酮 都有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把豆腐和鸡蛋一起炒 口感协调 味道更好 在营养健康方面完美互补 烹调方法 鸡蛋打匀 加盐和胡椒粉 卤水豆腐切碎 越碎越好 鸡蛋和豆腐相同重量即可 先加油 放葱花煸炒 也可以加入花椒粉 小茴香粉来增味 然后加入切碎的豆腐翻炒 到豆腐表面没有多余水分的时候 加入已经调味的鸡蛋液 一起搅匀 使豆腐和鸡蛋融为一体 即可出锅 方法二 鸡蛋和嫩豆一起烹调 鸡蛋适合和嫩豌豆 嫩蚕豆 嫩毛豆等 一起炒菜或者做汤 这些嫩豆中不仅含有植物蛋白 植物固醇 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也有低聚糖成分 有利于调节肠道菌群 减少胆固醇 进入肠道 被发酵成氧化三甲胺的风险 烹调方法 把嫩豆类先用微波炉加热到快要成熟 或者蒸烫到半熟 再加入等量的鸡蛋液一起烹炒 就可以了 方法三 鸡蛋和木耳、银耳一起炒 菌类蔬菜包括口膜、金针菇、香菇等各种蘑菇 也包括木耳、银耳等 它们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和较大类物质 对降低胆固醇的利用率很有帮助 木耳炒鸡蛋是家常菜 其实银耳炒鸡蛋更好吃 烹调方法 银耳几朵 泡发之后洗净 摘成小朵 微波炉加热两分钟 鸡蛋液打匀 加盐、鸡精和白胡椒粉调味 锅中放油后 加入银耳翻炒一下 倒入鸡蛋液 混匀即可 颜色洁白、配金黄 加几粒嫩豌豆等绿色食材来点缀就更漂亮了 也可以直接加一点小葱花 银耳柔软 鸡蛋鲜内 口感非常搭配 如果用其他蘑菇的话 那种蘑菇特有的类似于肥皂的味道就有点浓 如果火小 水分大 蘑菇像是煮出来的 就不好吃了 需要先用大火把蘑菇炒到有点干的程度 去掉特殊味道 然后再加入鸡蛋 就会香浓可口了 方法四 鸡蛋和豆浆一起蒸 鸡蛋羹是很多人都爱吃的日常菜肴 是鸡蛋加水搅匀之后蒸熟而成的 如果用豆浆来替代白水 既能增加蛋白质含量 又能和鸡蛋炒豆腐一样 起到降低胆固醇吸收利用力的效果 烹调方法 鸡蛋液一份 加上1.5份的细豆浆 搅匀 加入盐和鸡精 搅匀之后加几滴香油 然后蒸熟就可以了 注意 豆浆不要太浓 避免明显的豆腥味 注意 蒸蛋羹的时候 火力要控制 先用大火再改小火 快凝固的时候就关掉火 用余温慢慢凝固 不要加热过度 造成水分吸出和凝冻收缩 方法五 配高纤维穀物一起吃 再吃鸡蛋的时候 搭配燕麦 草麦 鹰嘴豆 绿豆等全骨杂豆食物 利用其中的膳食纤维 低聚糖和其他植物化学物 来拉低鸡蛋中 胆固醇可能带来的风险 炒鸡蛋的时候 如果先放油炒鸡蛋 再放油炒菜 最后混合 就是放了两份油 不仅热量增加 而且菜和鸡蛋 没有什么相互作用 如果用一次炒制法就好得多 也就是只放一次油 先把蔬菜放进去炒 然后快熟时倒入鸡蛋液 让菜和鸡蛋融为一体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一是省了一半的油 降低热量 二是能让鸡蛋 菜和膳食纤维 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特别是那些可以切碎的蔬菜 效果可能会更好 三是减少胆固醇氧化 如果让鸡蛋直接接触热油 油脂的氧化 会促进胆固醇的氧化 而氧化的胆固醇 对心血管疾病的危险会更大 如果是鸡蛋接触蔬菜碎 温度不超过100摄氏度 胆固醇氧化也会大大减少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